随着国内失智人口突破了35万大关 推估未来20年平均每天失智人口将会增加48人 对此群创光电吸手了彰化绣船医院旗下的绣合院日照中心 建立AI赋能科技场域 推出了包含AI健身房 健脑触控桌以及AI人机一郎在内 等等一共是有六大的解决方案 协助在地失智长者延缓老化 也瞄准日照照护的新蓝海 长辈们对着大型桌上荧幕不断点按 群创光电和彰化绣船医院旗下的绣合院日照中心 合力打造结合AI显示技术的日照机构 绣船医院在这边田中北斗花坛 其实已经有七家长导中心 他们已经是全台湾最快导入这种科技赋能的扶居运用 绣船医疗体系社区健康发展中心民运院长陈靖棠表示 这次将科技和人文结合 替长辈打造充满欢乐和笑声的游乐园 经过我们AI的这个生成一个加持之后 它的画作变成一个名人的画作一样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长辈呢会更有信心 更喜欢他觉得更有价值感 透过50寸抗反光技术将画布和纸张质感融入数位影像 AI人机共创一郎提供失智长者自由绘画 那夹一点点的话 群创也吸手及事多开发能持续和长者互动 延续话题的台语AI陪伴机器人 首度在绣和院彰化田中亮相 像我们刚刚我们刚有用一个 国语跟台语夹杂的问他说 珍珠奶茶好不好喝啊 可以一直跟他追问 而不会说我就据点 我就讲到一半就据点 同样首发的还有拆弹够AI移动机器人 透过110寸miniLED影音墙 搭配智慧体感感测器 长者可以透过科技从事体势能 也能够搭配4.0英寸电子纸 上传长者情有照片或是喜爱的景点 提高失智长者的运动诱因 群创和其他业者跨领域合作 提供六大科技解决方案 陪伴在地失智失能长者延缓老化 建林韩乔大龙 张化田中 财宝报